清晨六點多 一部白色轎車開上路 沒想到車子逆向越開越偏 結果居然撞上路邊三台車 撞車後又斜衝撞上棋樓柱子 猛烈撞擊聲把附近居民全嚇醒 沒有撞進去 撞進去就真的嚴重 對 是比較好夾賽 被撞轎車車主也是一大早 就被警察摳過來 看到愛車好端端停在車格內被波及 右前車頭凹陷 實在傻眼又無奈 看到了頭都贏了 很危險啊 事發在台中北區中青路與北平路口 警方調查40多歲駕駛 自成和朋友在燒烤店喝酒到清晨 更說是一時謊神才會釀貨 實施酒測 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值 駕駛酒測值0.53毫克 喝忙開車 還好是撞到棋樓柱子就停下來 要是撞進民宅傷及無辜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林世新王世函 台中報導